邱逸已身,即便是正午时分,日头高照,也捡不去风里那一阵渐渐刺骨的寒意。 谢威便站在店门口,她身形颇高,正正好将店门外穿进来的那一片光档了,将将雪宁略显纤细的身形,都附在了她的阴影之中。 而这一刻,她张大了眼睛,也无法分辨在逆光的模糊中。 谢威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情? 怕吗? 怕的。 很怕很怕的。 这一刻,江雪宁忽然觉得好累,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人泄光了一般,终于彻彻底底地不再遮掩,眨了眨眼道,我只是一介规格小姐,在朝中既无势力,更无野心,甚至除了家父以外,与谢先生再无任何交集之处。 于谢先生而言,我是一只先生略施手段便可捏死的小小蝼蚁,并不能对先生造成任何的威胁。 若我说我害怕,但从头到尾并无背后告发,加害先生之意,先生愿信吗? 谢威沉默良久,反问他,你若是我,你敢信吗? 不是怨不怨,而是敢不敢。 江雪宁轻轻地垂下头来,一段修长而白皙的脖梗,即便在发暗的阴影中也如血色一般。 这时还真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若他是谢威,最少从四年前开始便有一番自己的筹谋,却因为病糊涂或身在绝境有瞬间的不理智, 而对当时身边唯一的一个人道出了些许惊世骇俗之语,但事后偏又逃出生天, 他会相信这个人能永远守口如瓶,不对任何利益相关者吐露这个秘密吗? 江雪宁眼洁颤动,尽管心内万般的不愿,却也不得不承认,慢慢道, 我,不敢信。尽管那威胁可能只是尘埃般的一点。 但千里之滴毁于乙穴,焉知他日不会因这一点而功亏一篑。 相信他,放过他,那便无异于将自己全部的筹谋,甚至自己的向上人头, 至于险境,任何时候都要担心,这个人会不会抓住机会便算计我, 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我一道? 想明白这一点,江雪宁确信,自己必死无疑。 前世匕首划过薄梗时的痛处, 几乎在他有了这个认知的同时冒了出来, 让他交叠在身前的双手有些控制不住的颤抖。 但偏在这一刻,他竟不愿表现出恐惧。 他用力攥紧了自己的手指。 谢威又问他,那宁二姑娘觉得, 当四年后,忽然有一天, 我发现那个知道我秘密的小丫头, 并不是我以为的那般天真无知,我该做何揣测? 江雪宁道,他装疯卖傻, 试图保命。 谢威的目光垂落在他过于用力的手掌上, 所以,若你是我,这个人除不除呢? 江雪宁微微闭了眼, 可先生,我不想死。 谢威便又沉默下来。 这一段时间,忽然就被无限地拉长, 极度地紧绷里。 江雪宁觉得自己如同一只呆在闸刀旁的羔羊, 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被放在那利刃之上。 谢威凝望了他很久,似乎在考虑什么。 末了,竟然向他伸出手来, 缓缓道,你不是我的威胁, 真正的威胁是,我不敢信你, 却又想要信你。 你二姑娘, 谢威不是不计恩的人, 只是你所表露的, 并不在我意料之中。 我需要看清楚,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又是不是值得我冒险信任。 我并不想除掉自己的救命恩人, 所以,这半年半读, 还请你好好待在我眼皮底下。 他说话时, 修长的手指轻抚他头顶, 江雪宁正住。 谢威指道, 虽然你并不愿待在宫中, 但这是我目今唯一能说服自己, 可以不立刻杀掉你的办法了。 请你把四年前的事埋在心底, 成为永远只有你和我知道的秘密。 不要逼我, 也不要再惹我生气了。 说吧, 他收回了手, 转身从殿内走了出去, 从暗处走到明处。 外头的天光, 终于将他整个身形都照亮了, 苍青的道袍衣媚飘摇, 行走珠红色的宫墙下, 渐渐去远。 星号。 回到杨指斋的时候, 江雪宁整个人, 简直像是刚被人捞出来的水鬼, 脚步虚浮, 脸色煞白。 方妙正坐在廊下, 掐着手指算过去了多久呢, 考虑着一会儿若真过去两刻, 自己要不要去就这位江二姑娘。 总觉得像是开玩笑。 结果一转头, 看见江雪宁这般模样回来, 惊得直接站了起来, 江二姑娘, 你, 你这是怎么了? 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 江雪宁先前说的话, 也许并不是玩笑。 可, 可朝野上下谁不知道, 谢威是何等样好相处的人。 江二姑娘, 这到底是要去争论什么, 才能被个圣人脾气的的谢先生, 吓成这样。 江雪宁却没有回答, 她静止进了自己的房间, 反身降门盒上, 这才被贴着门慢慢地滑坐下来, 用双手盖了自己的脸, 贴在曲奇的双膝, 直到这时, 才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与呼吸。 她还活着, 北面那扇小窗里, 有阳光透过雪白的窗纸照进来, 细微的尘埃在空气里浮动, 如同水里游动着的发亮的光点。 江雪宁抬起头来, 注视了那些尘埃许久, 然后才忽然笑出声来, 畅快地笑, 也自嘲地笑。 谢威竟然说不想杀她。 这样一个诡诈的人, 她该信吗? 可如今的她, 既不是皇后, 手中也不握有任何权柄, 不过一个规格女子, 便是出门被山匪杀了, 只怕也见不起多大的水花, 想遮掩的人自有千万般的手段来遮掩。 豺狼有必要欺骗蝼蚁吗? 没有的。 那上一世的谢威, 又为什么要对她说出那样一番可怕的话来? 这疯子觉得, 吓她很好玩。 又或者, 谢威态度的改变, 是因为她这一世的改变。 重生回来还不到一个月, 她所能做的事少之又少。 真正论来, 只有一件。 那便是没有在理所当然地享受着 燕林对自己的好时, 却开始筹谋着去勾搭审戒。 如果这的确是谢威 对自己两世态度有差异的原因, 而这时燕林甚至还没有去投谢威, 那么, 她便可以相信, 上一世犹芳吟对她吐露过的二十年前前一招的隐匿, 八成是真。 那谢威会吐露皇族和肖氏, 实在不足为奇, 甚至情有可原。 这一瞬间, 江雪宁静觉着这人时有些可怜。 可转念一想, 他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哪来的资格去怜悯一个正手握自己性命的上位者呢? 半年, 半年。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在心里将这个时间念了又年, 终于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来。 必无可避, 不如见招拆招。 躲得了当然好, 可实在躲不了, 他也不想引颈受路。 若谢威先前一番话都是真, 那自然最好, 半年过后出宫, 便可逍遥自在。 若谢威是鬼诈心性, 一番话不过骗他, 那这半年待在皇宫, 反而是他所能做的最安全的选择。 再如何行事, 在宫中也总是要顾忌几分的。 退一万步讲, 对他来说最差的情况 不过就是重复上一世的老路, 豁出去继续勾搭审戒, 当上皇后, 再慢慢跟谢威搞。 想明白自己接下来如何行事之后, 将雪宁又在原地坐了好一会儿, 终于觉得腿上有了些力气, 于是重新站起来, 替自己洗漱,清醒清醒, 然后稍微收拾一下行囊, 准备出宫。 这三天入宫, 不过是为了学规矩, 外加再次着选。 真正办读是两日之后, 最终被选上的人, 回家辞别父母略做收拾后, 再次入宫, 仿效朝中官员实行休墓制, 入宫为公主办读后, 每十日可回家一日。 学问考教的结果出来之后, 乐阳掌公主沈志一便派人赐了许多赏下来, 选上的和没选上的都有, 不过选上之人多加了一套文房四宝。 江雪宁随众人出宫前, 她还亲自来送了, 拉着萧叔的手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又拉着他的手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这才让他身边的管事太监黄仁礼, 带着一杆工人, 领他们出宫。 星号 江府派来接人的马车早在宫门外等待, 联儿唐儿视力在马车旁, 远远看见他从宫门口走出来, 高兴地只跟他挥手。 江雪宁与其他人道别, 上了马车。 唐儿看出他似乎有些累了, 忙将车内的饮枕放好, 扶他靠坐下来, 打量他时未免有些担心, 姑娘这些天累坏了吧。 江雪宁心到累是真的, 怕也是真的。 当下只慢慢闭上眼, 考虑了一番后, 道, 一会儿回府后, 我先睡上一觉, 你则派个人去永义侯府地画, 约烟柿子明日有时, 在层销楼见, 我有事想跟他说。 要知道, 以前二姑娘和烟柿子玩, 大多时候都是烟柿子找上门来, 所以, 渐渐地连他们这些丫鬟都习惯了, 时不时看见烟柿子大喇喇, 出现在江府的院墙上, 或者姑娘的窗炎上, 极少有二姑娘主动约烟柿子出来的情况。 堂儿听着江雪宁声音平静, 却不知为何忽然声出了几分心惊之感, 但也不敢多问, 轻声应了。 江雪宁闭目小气, 马车一路从宫门外离开, 只是走出去还没多远, 外头忽然就响起了一道压低了的声音, 二姑娘, 二姑娘。 江雪宁觉得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她睁开了眼, 外面赶车的车夫见着人, 已经及时停了下来, 转头向着车帘内抱, 二姑娘, 是个姑娘, 好像要找您。 江雪宁一摆手, 让梁儿掀开了车帘一脚, 朝外面一看, 竟然是游方银。 她今日穿着一身月牙白的衫裙, 只是看着也不怎么心。 头发晚成了计, 却没戴什么头面。 一张仅能算是清秀的脸上, 写满了忐忑与紧张, 两手都揣在袖中, 似乎是捏着什么东西, 但隔着袖袍也看不清。 她的紧张仿佛都因此而起, 但在越过车帘, 看见坐在车内的江雪宁时, 她一双眼一下就亮了几分, 连着眼角那一颗微红的泪纸, 都像是坠满了光。 江雪宁竟被这呆板木讷的脸上 忽然蹦出的一线名利与鲜活晃了下眼, 一时没反应过来, 看了她一会儿。 只在这一会儿间, 游方银又变得紧张起来。 先前那一抹明亮迅速压了下去, 重新被她原本的怯懦与畏惧取代。 她磕磕绊绊地开了口, 我, 我, 我。 江雪宁一看便叹了口气, 道, 上车来说吧。 看她这模样, 一时半会儿是陡落不清楚了, 总不能叫她一直在车外站着。 车夫便搬了脚凳, 退到一旁, 让游方银扶着车员上了车来。 江雪宁让她坐到了自己的对面, 直到, 什么事找我? 游方银坐下之后, 未免有些手足无措, 身体绷得紧紧的, 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 看了她两眼, 似乎是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了勇气, 才将自己藏在袖中的东西取了出来。 那竟是一只简单的方形匣子。 扁扁的, 看起来装不了多少东西, 且是很容易见到的酸枝梨木, 并不名贵。 她却用双手捧了, 将它递向江雪宁, 戚戚爱爱递道, 是, 是想把这个, 交给二姑娘。 江雪宁猜大约是自己救了她的命, 她买了些东西来报答吧。 可她时也不求她的报答。 当下并不伸手去接, 只放软了声音对她道, 你在府中的处境原也不好, 有什么东西还是先留在自己的手里。 便是想要报答, 也等自己处境好些以后吧。 不, 不是。 由方寅听了她的话便知道她是误会了, 脑子里有一箩筐的话想说, 可她嘴笨, 话到喉咙口愣是没办法说成一句完整的话, 且在江雪宁面前又不知怎么格外紧张, 所以越发显得木讷笨拙。 她只能将这匣子放到江雪宁手中。 这一定要给二姑娘的, 都, 都是您的。 她的。 江雪宁时不记得自己给了她什么东西, 见她如此坚持, 倒是有些被她这执着且笨拙的模样打动, 笑了一笑, 道, 那我看看。 她抬手翻开了匣子, 下一瞬间便彻底正住。 这简简单单的匣子里, 躺着的竟然是薄薄一打银票, 旁边压着一只绣工精致的月白色的香囊。 银号是如今京中最大的银号。 每一张银票都是白两, 江雪宁手指轻颤, 拿起来略略一点, 竟有2500两之多。 一个小小的伯府庶女如何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在看到这些银票的瞬间, 她便忽然明白了什么, 眼底微热, 几乎便要有泪滚下。 可她还是抬起头来问她, 你哪里来的这许多钱? 游方云眨了眨眼, 好像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问, 不是姑娘教我的吗? 拿了钱去江浙商会外面, 找一个叫许文艺的商人买下生丝, 然后等半个月涨价了, 再卖出去。 我, 我买了整整400两的丝呢。 她竟真的去做了, 江雪宁差点哽咽, 可看着这些银票, 她依旧算了算, 直到, 400两银子的本, 赚三倍也不过多1200两, 你手里称死也就连本1600两, 如何有2500两之巨。 游方云老老实实道, 卖市只赚了1200两, 可卖完私后, 许老板无论如何都说要给我贴2000两, 我拗不过, 劝了好久, 她才答应只添900两作罢。 江雪宁一货, 许老板给你钱。 游方云小鸡灼米式地点头, 一说起这个来, 两只眼睛便亮晶晶的, 是呀, 我的丝卖出去了, 许老板的丝也卖出去了, 赚了好多钱的。 她家乡的残农, 知道这件事后, 也很高兴, 让许老板转告我说, 若明年方云还想继续做生丝的生意, 到时可以云一些好的货给我, 叫我只交一半的定金, 先拿去卖都行呢。 许文艺的私卖出去了, 江雪宁眼皮都跳了一下, 她知道私家会长。 游方云只看她神情似有变化, 刚才亮起来的眼睛又有些收敛起来, 声音也小下去很多, 念如道, 她问我, 我就告诉了她。 但, 但您放心, 我都没有提及过您的身份, 许老板问我您是谁, 我也没有说一个字。 江雪宁捧着这下银票,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第一, 上一世的游方银, 也不过只在这一场生死交易中, 赚了三倍, 可现在这个游方银, 拿出去四百两, 收回来二千五百两。 第二, 这个傻姑娘自己发财也就罢了, 竟然还将消息跟许文艺说了。 她眼神复杂地望着她, 你怎么敢告诉她呢? 这种消息说出去, 会闯祸的。 游方银脸色都白了, 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张了张口, 可, 可许老板是个好人。 好人? 江雪宁两师为人, 除了张遮之外, 都不知道好人两个字怎么写。 她道,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好人? 若她利欲熏心, 只怕你今天都不能活着出现在我面前了。 游方银被她这么重的话吓到了。 她好半晌都只知道望着她, 一双眼睛睁着, 里面好似有千言万语。 可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 江雪宁长叹一声, 罢了。 她做事要将这匣子递回去, 想反正这一次也没出事, 只叮嘱她以后小心些也就是了。 却没想, 游方银忽然又开了口, 声音虽然因为害怕而有些发抖, 渴望着她的眼神里, 竟有一种莫名的坚定与坚持。 二姑娘, 我, 我去江浙会馆之前, 有问过的。 许老板她, 她身家性命都在这桩生意里, 而且她家乡的残农们都还在南巡, 等她卖了私拿钱回去。 我, 我, 我姨娘告诉我, 一个人若有很多朋友帮她, 也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她, 至少该是一个不坏的人。 如果, 如果我不告诉她, 她怎么办, 那些残农, 又怎么办? 所以我, 我才。 江雪宁正住, 下一刻却是笑了出来。 然而笑着笑着, 也不知为什么, 心底里一股酸楚涌出, 先前压下来, 强忍在眼眶里的泪全掉了下来, 啪哒啪哒滚落, 把匣子里的银票都打湿了。 傻姑娘! 由方云先见她笑了, 脸上便跟着明媚起来, 只以为她不追究了, 甚至也觉得自己做得对。 可还没等她高兴, 江雪宁又哭了。 她吓得手忙脚乱, 慌了神, 连忙举起袖子来给她擦眼泪, 您别哭, 您别哭, 都怪方云。 方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对别人乱说了。 江雪宁听她这般说话, 泪越发止不住。 由方云都跟着哭了起来, 自责极了, 姑娘希望我赚钱, 那一定是方云不够好, 这一回赚得还不够多。 您别哭了,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更认真的学, 下一次一定给姑娘赚更多。 很多很多, 真的是个傻姑娘啊。 江雪宁哭着, 又想笑, 一时前世今生, 万万种的感受都翻涌上来, 却化作了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 时时地压了下来, 让她终于从不着边际的半空中踩到了地面上。 她控制不住地哽咽, 当下垂眸看着那一侠银票, 又把头抬起头, 似要止住泪, 声音里却又带哭腔, 不, 很好了, 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我, 是我不够好。 感谢了, 感谢了, 不是有终于你, 是有终于你是 tas饶的时候能说不是有终于你, 是有终于你。 还是你没准备过ensen,